議會要怎麼包吻監督的角色 我們到底是為你講話 還是要基東市為你講話 因為舉牌走向市長謝國良質詢 引爆市議員們口角衝突 這項衝突起因於基東市議會開議 討論東岸商場爭議問題 民進黨基東市議會黨團議員們 拿著質詢的牌子往市長謝國良座位走去時 市長謝國良直接走上議長 同志為主席座位旁避開 接著也引爆議員們的口角衝突 議長同志為只能先宣佈休息緩和氣氛 不過大家都還在氣頭上 支持市長的議員 更直接拿掉放在市長席前面的抗議牌子 一定沒有被判斷 那是我們的牌子 那是我們 為什麼要做我們 會後議長同志為也強調 市長不能在他還沒有宣布休息時 就離開備詢的座位 這樣不符合議事規則 也容易引爆衝突 讓他應該在座位上來跟我表達 因為他不應該離開座位 這樣會造成雙方的衝突 所以我待會會請我們議事主 還有秘書長跟市政府做溝通 在我喊休息之前 如果有重大的爭議 大家有非常多的爭端 我會喊休息大家協商 不應該有直接衝突 那也不應該離開座位 議長同志為也表示 議員們可以在自己的質詢位置上 舉牌質詢 但是不能夠走到別人的位置質詢 這樣並不好 在譬如說我們一個議員舉手後 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你在座位上舉任何的標語 我想那是你意見的表達 議員也可以有責任 也有他自己的立場 都可以充分的來表達 自己的訴求跟意見 所以你在你的三分鐘裡面 你要舉怎麼樣的牌子 我想是沒有 我想我們針對議事規則 這個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 那如果你要在你的座位上 像現在我們座位上有貼一些 大家各自的座位上有貼一些標語 那他個人的座位 我想也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不要貼到別人的座位上去就好了 你不要拿去 民進黨不要貼到國民黨 國民黨不要貼到民進黨 大家互相尊重 我想就會是一個這個比較有秩序的一個意識運作 另外議長同志委在開議時 開場白也特別引用前陣子立委質詢行政院長陳建仁時的狀況強調 議員質詢市長以及市府官員時不是上對下的關係 必須互相尊重 我想因為基隆市最近有相關的議題受到全國民眾來矚目 那我想不管在新聞事件政論節目也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說會有比較高的張力 在雙方立場上不同做一些表達 所以我特別來提醒雙方要尊重一個民主機制 也就是議員的質詢 其實不是上對下 是互相尊重理性監督 那市府包含市長也應該客觀理性完整的回答議員的問題 我想這是因為針對這個行政院立法院的這個事件 我也做出一個事先的說明 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那一開始也稍微有一點爭議 可是我還是希望接下來的議事運作 在時間之內在我們的議事規則裡 大家如果要用意見的表達 我想我會讓大家繼續表達 但是都要互相尊重在這個議事的規則範圍裡面 不過還沒有發生上對下的質詢狀況時 就先爆發議員間的口角衝突 可見東岸商場爭議問題備受議會重視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中文aucoup歆道 中文料 calling 風波 中文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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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